澳大利亚追腾矿业有限公司Triton Minerals Limited,在非洲莫三比克北部,拥有三处石墨矿区。 其中,追腾旗下世界级的安夸贝石墨矿专案,自计划开采以来的融资、工程建设和销售环节,都有山东企业参与。 今年5月,该专案刚拿到采矿客徐证,又有一家山东国企强势入股。 石墨,6月28日,追腾矿业释出公告称,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,下称及高控股,将通过认购股份的方式,向其注资1950万澳元,约和人民币9338.55万元。 以此推动公司旗下,非洲莫三比克部安夸贝安GRAVE石墨矿的开发。 安夸贝石墨矿,为追腾旗下三大石墨矿之一,位于莫三比克最北部的格尔加杜角省。 离该省首府蓬巴的一处港口,仅有80公里。 格尔加杜角省盛产石墨。 追腾在该地区拥有的另一巴拉马北石墨矿专案The Balominov Project,是全球最大的石墨专案之一。 推断储量达到14.4亿吨。 追腾拥有的三处矿区地理位置。 安夸贝石墨矿,同样属于世界级大型石墨矿。 追腾矿业2017年12月释出的采矿可行性研究报告显示。 该矿区可以进行开采的储量,达2490万吨。 含碳比例为6.2%。 如果每年出产6万吨石墨。 该矿可供开采27年。 挤高控股为山东一家国有企业。 成立于2005年。 为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融资建设主体。 主要承担骗须开发运营、公共事业保障、资产运营管理、产业金融投资等任务。 此次投资作用石墨上游资源的追腾。 也许与季高控股,目前正在山东计划的产业园区已有很大联络。 6月21日。 及高控股曾披露。 公司计划在山东高新东区600亩的商业用地上。 打造中英石墨西产业园。 及高控股副总经理杨文明,基于产业园立下目标。 未来三到五年。 实现建设、产业汇入、招商同步进行。 在高新东区,再打造一个千亿级的产业从集。 要打造石墨西产业链。 自然少不了原材料。 通过此次注资。 及高控股将持有追腾34.01%股份,成为其主要股东之一。 此外,这笔交易还需取得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、FIRB、中国监管方以及追腾董事会批准。 交易预计将在7月前完成。 当前,追腾矿业董事会,已经批准了总投资,9940万美元,约和人民币6.83亿元,的安夸倍石墨矿开采计划。 今年5月,追腾获得了采矿特许证,期限为25年,可延长5年。 其官网披露,该矿区第一次出产日期,预计为2020年第四季度。 然而,即使将要成为追腾大股东,及高控股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。 基于双方签署的协议,持有追腾28%以上股权的股东,虽然可享有与持股相同比例的董事会席位,却没有决定性投票权。 也就是说,在董事会提案评票的情况下,及高控股虽然为主要股东之一,但无法投出打破僵局的决定性投票。 目前,山东为我国石墨产业强省之一,最近在青岛的国家火炬青岛石墨锡,及先进碳材料特色产业基地,正式获批建设。 青岛则在2014年7月的十大新兴产业发展总体规划中,明确指出计划发展以石墨锡为代表的先进碳材料产业。 追腾的安夸被石墨矿专案,从专案融资、EPC,到下游采购等环节,今可见山东企业身影。 今年3月,青岛金汇石墨有限公司,与追腾矿业签署量解备忘录。 前者承诺,向安夸被石墨矿专案,注入所需10%投资,并且帮助其进行额外融资。 此外,青岛金汇还计划,每年从该专案采购最多1.5万吨石墨金矿,并与追腾进行技术合作,推动其向中国其他企业出售耐火石墨和电池。 2018年,追腾还与青岛海达、青岛天盛达、青岛陈阳三家青岛石墨公司,接连签署承购协议。 其在公告里披露。 截至今年5月,公司已为安夸被石墨矿专案的53%产量确保了销路。 此外,2016年,资金重压下的追腾,曾进行破产重整。 彼时,山东天液集团通过两次认购配股,以1420万澳元,一跃成为追腾的最大股东。 截至2018年8月,山东天液持有追腾19.4%股份。 本次挤高控股,实际上是从山东天液手中,获取了追腾的19.3%股份。 2018年年7月,中国中野集团在境外的分支中野国际NCCI Automation, 则被追腾选为安夸被石墨矿专案工程的EPC总包商。 则编献文文。